没想到名人居然一击就挡下了班的陨石 就在名人和班忍术大比拼之后 班承认名人确实有点意思 他本想发动数戒降弹 但回想起刚才名人影分身加上螺旋丸的战术 数戒降弹恐怕也会被名人轻易挡下 于是他向后跳向了高处 九尾看到班的样子有股不祥的预感 他让名人快将班封印了 那家伙不可控的因素太多了 名人让九尾放心 现在就算是六道班来了他也有办法对付 他要在这里拖住班等黑爵送上门来 况且班和柱坚是与之波和木叶争斗的根源 作为未来的火影 帮对方消除仇恨也是他该做的事 听到名人自信的话语 九尾也不怕失大 一想到当年被班轻易玩弄 今天他就算是胡杖人士也要找回场 于是他故意暗示名人对班发动了飞奸的飞雷神斩 他猜测这个招数一定能激怒对方 事实就如九尾预料的那样 班看到曾经杀死了他弟弟的招数眼中杀意皱起 九尾健壮内心狡猾地笑道 快打起来吧 班猛然抬头燃起须左披向名人 他原本以为名人跟住坚一样 没想到形式风格却是那恶劣的飞奸 名人看准时机用查克拉手空手接白刃 在定住班的同时让九尾凝聚出了一发小型伟兽玉 伟兽玉直击班须左的腹部 班被击退的同时须左嘎崩开裂 但伟兽玉还没爆开便开始缩小 班眼中的万花筒此时变成了轮回眼 伟兽玉最后被恶鬼到吸收殆尽 他难以置信除住坚之外 还有人能将他逼到这个地步 也罢 就让你们尝尝什么是神的力量呢 班开启了完全体虚左能呼 并让须左结起了天爱振兴的印 下一秒一颗遮天蔽月的大陨石便呼啸而至 名人骤然一惊 这陨石要比前世的大得多 难道是因为使用完全体虚左发动的原因吗 联军总部的侵权声颤抖 他不敢置信这是人类能用出来的人数 当手和爱在听完亲的情报后决定前往战场 班站在高处欣赏着下面人者恐慌的表情 他朝名人说道 会土之躯的我用不了多久就会复原 下面那些小喽啰可就不行了 名人轻则一声正想出手 却看到大野木正冲天而起 他回想起前世也是大野木老头子 带领大家挡下了第一颗 于是他决定先让联军试试 最后这颗陨石在大野木和我爱罗 以及奇拉比的合作下停了下来 班见状眉头一条 暂许两天秤的小鬼身体虽然没长 但本时倒是长了不少 那么第二颗你们该怎么办 神罗天针来推动陨石 陨石的下落速度要比第一颗快上数倍 正当众人绝望之际 名人握紧了拳头 他的神色除了震撼 还有热血 他静止冲向了陨石 同时在手中凝聚出了一发球 到御罗选手里接 蓝色光芒瞬间照亮整个天穷 名人一击就打碎了班的大陨石 班兴奋不已 大呼名人是自助坚以来 第二个让他如此兴奋的人 但名人却慌了 因为他已经来不及阻止 光散的石块落入人群中 此时下方的空地上 联军们振臂高呼 木叶的英雄玄窝名人 已经替我们解决了99%的危机 接下来是时候让我们为自己而战了 曾经被辱骂的妖狐小鬼 不知何时已经成为了 大家心中崇拜的英雄 众人受到鼓舞各自施展忍树抵御冲击 名人手持黑棒在空中和班激烈搏斗者 对完全体虚左能户来说无比渺小的黑棒 却犹如有着万军之力 任凭虚左大刀如何劈砍都无法破坏